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审刑事裁定书 根据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国庆节迁徙做出的裁定 一省法院一单位刑贿罪分别判处被告单位 天津苏立县来集团有限公司 法金人民币500万元 判处被告人赵军167徒刑三年 而中省结果是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裁判书显示 赵军义 女 1963年5月4日出生 汉族 本科文化 天津苏立县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而单位刑贿罪的受惠人 则是两大知名贪官 一个是天津市原政协副主席 公安局局长吴长顺 另一个是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杨栋梁 有意思的是 初次赵军义 借助吴长顺社会金额的款项有两笔 其中金额较大的一笔并不是直接给了吴长顺 而是在2014年7月 赵军义或知吴长顺被调查 征得吴长顺同意 后为其疏通关系 先后给予许某化名许大为 韩梦化名著星光 军令案处理 银行卡60张 共计人民币1230万元 另一次行亏则发生在2012年至2013年 被告单位天津苏利县拉集团有限公司 为解决该公司土地使用券备收回 瑞胜原小额贷款公司 被诈骗等事宜 该公司董事长赵军义 多次请托吴长顺提供帮助 2012年11月至2014年春节 赵军义在天津市公安交通管理局等等 先后期次送给武长顺银行卡44张 存办43张 共计人民币273万元 由此 赵军义共计向武长顺行贿 1503万元 至于向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 杨栋梁行贿 发生在2014年初 天津树立县拉集团有限公司 被重新获得国家电网站投标项目 投标人资格 赵军义请托杨栋梁提供帮助 2014年3月至4月 赵军义先后两次在杨的办公室 送预期银行卡6张 共计人民币40万元 赵军义曾获全国三八宏骑手 等逐多荣誉取报候胜 期间脱逃裁判书还显示 赵军义议涉嫌犯单位刑贿罪 于2015年8月30日 被河北省南皮县人民检察院取报候胜 2016年8月29日 被南皮县人民检察院监视居住 2017年2月28日 被天津市北城市人民检察院取报候胜 同年6月20日 被河南省郑州市广城回族 去人民检察院取报候胜 以后应脱逃 同年9月8日 被郑州市广城回族区 人民法院决定逮捕上网追逃 2018年1月30日被抓获 此前媒体曾报道说 在全国电力电缆制造行业里 一提到天津速力线缆 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这不止因为速力线烂 是国家勉强产品 中国殖民商标 更源于一个业界里想要的名字 那就是该集团董事长赵俊逸 据报道 赵俊逸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天津人 天津财经学院金融专业的科毕业后 被分配到外贸团体公司工作 后调入国际贸易促委会工作 成为吃国企大锅饭的白领利人 然而赵俊逸没有贪图安逸 依然辞职下海创业 再陌生的电缆制造行业摸爬滚达 1989年他事业有成 创建了速力集团 据报道 天津速力的产品 曾服务于国家重编工程 京津成绩 奥运工程 中国大戏院 三峡工程 北京机场 北京地铁 天津地铁一号线 滨海新区百万吨大一席 海门腰交零件服输配电工程 香港地铁及高速公路等 广泛应用于国网电力 世话 军工 铁路 船舶 矿山 野津 交通等各大领域 以及国内 国际重大工程 而赵俊逸曾任天津市政协委员 北城市政协副主席和工商联主席 曾荣获中国企业改革时大杰出女性 全国经国建功标兵 共和国经济建设功勋人物 全国三八红旗手 爱国华商和罪巨影响立体 叶家 天津市劳动模范 是红十字会博爱奖章等著多荣誉称号 揭发检举 武长顺的天津交管局大港支队 原正卫 罗用公款 被判五年曾收受赵军议会 陆款的国家安监总局 原局长杨栋梁 已经在去年二月获行十五年 去年五月 天津市政协员副主席 公安局原局长 武长顺被判辞还 而且在其辞还依发检为无期徒刑后 终身监禁 不得检刑 假释 法治晚报记者还发现 上个月发布的杜全顺挪用公款 一审刑事判决书显示 曾经揭发简指武长顺的天津交管局大港支队 公安交通管理局行政主管的集体所有制企业 公司经理由天津市交管局委派 属公务员编制 1999年1月至2003年1月期间 时任天津市公安交通管理局大港支队 正委兼华同公司法定代表人 总经理的被告杜全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根据时任天津市交通管理局局长 武长顺的安排 巴斯以华同公司的名义将公司公款 共计人民币4,160万元 借与其妹妹杜某实际控制的公司经营使用 期间 杜全顺利经武长顺同意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三次扇子 决定将华同公司公款 共计人民币499万元 借理杜某的公司经营使用 法院还查明 在纪委审查期间 杜全顺检举揭发 冷武长顺 收受福建省建江市聚立电社工程有限公司 天津班市处负责人唐生达贿赂 收受天津市公路电社发展公司 原经理杨宁贿赂 收受天津市太平洋医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宋德成贿赂 收受宋宏宏宏斌贿赂 这些案件线索都被查实 收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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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拾了